這就不是我本來的旅行方式 我覺得我強迫我自己去做這些事情 去迎合大家 第一 那就不是我了嘛 第二 我覺得我也會越做越不開心 沒有辦法長長久久 那還不如就真實的呈現我旅行的樣貌 那我旅行確實也就是這樣 對我來說更珍貴的就是 路途當中發現了一些小驚奇 好的 我回到了我上一次的那個終點 叫什麼什麼河口的 然後就是一個什麼都沒有的終點 對 然後我今天也會走向一個什麼都沒有的終點 謝謝你們先載我來起點 晚點見囉 晚點見 好 拜拜 我現在已經走了一個多小時 突然之間又很尿急了 接下來要先來去趕路找個廁所 我怎麼覺得我整個徒步沖繩的過程都在找廁所啊 就是東北邊這邊真的比較稍微困難一點點 接下來的路我一定會delay 因為接下來的路都是靠海邊 所以我趁現在還沒看到海的時候 趕快來去趕路 不過我從小學的另外一個門口走進來 他這邊還有廁所可以上 然後他根本就沒有廢棄 只是從後面看起來好像是廢棄 但前面看起來超級美 而且這邊上學的小孩超幸福的 直接從這裡啊走過去 就是海邊了 超讚的耶 剛剛有個工作人員過來很熱心的跟我說 我那邊有海龜可以看耶 所以來去看一下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 這應該是一間崇尚海洋與自然教學的學校 你們看這邊牆壁上面也都是 可能是小朋友作畫的海龜 所以在這裡呢 海龜應該是他們的招牌生物吧 然後他們是一歲飯給小海龜 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愛 他剛剛有試圖想要用英文幫我介紹 但是我還是聽不太懂 但是還好他們那邊就是有一些 算是介紹文 這個學校呢 應該就是致力在發展海洋 確實跟我想的是一樣的 從這個階梯呢走下去 就是一個海灘祕境 我想說既然我都走進來了 我就來去看一下 天啊 這裡好美喔 這個就是我上次走完跟Hikaru在這邊等菜菜的咖啡廳 然後我看Hikaru還是把車停在這裡 今天因為天氣特別冷 我剛經過這間咖啡廳呢 我就又非常的想上廁所 然後我就問那老闆娘 可不可以讓我進去 我發現在日本這邊要借 其實他們都會答應的蠻好的 就是至少我沖繩土布環島的期間 借廁所都蠻順利的 其實我今天一路上好像沒有拍到什麼影片 一方面是因為就是前面在趕路 又都在山林裡面也蠻冷的 然後另外一方面是 我覺得我真的是超級享受 走在路上感受就是那種風吹草動啊 一直拍這些小溪流之類的 你們應該看了也會覺得很無聊吧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厲害的爆點或者是景點 那我覺得其實這樣也挺好的 就像我之前去拉達克的時候 那時候跟一個隨行攝影師 也因為這是他的職業嘛 所以他不管到哪裡就是都會一直拍照一直拍照啊 就不只是習慣同時也是他的興趣 但是有一些寺廟裡面或有一些地方是禁止拍照的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會不會覺得很可惜沒有辦法拍 他就說喔不會啊 反而這些地方沒有拍照 他可以好好的聽導覽 好好的去看他裡面有什麼樣子的東西 好好的去感受 我怎麼旅行 我就怎麼記錄 我就怎麼分享 我知道有很多youtuber或者是部落客 他們會去查很多當地的文獻啊 去介紹很多歷史 或者是去分享很多攻略 這就不是我本來的旅行方式 我覺得我強迫我自己去做這些事情 去迎合大家 第一那就不是我了嘛 第二我覺得我也會越做越不開心 沒有辦法長長久久 那還不如就真實的呈現我旅行的樣貌 那我旅行確實也就是這樣 對我來說更珍貴的就是 路途當中發現了一些小驚奇 像我剛剛看到的小海龜 發現的秘境沙灘 那些都不是在計畫之內的 但是我覺得也是特別珍貴 可以分享給大家的 然後我前幾天才打了一篇文章 自從開始徒步旅行 用影片紀錄旅程之後 像我在徒步環島的時候 我的路線不是就走得亂七八糟嗎 那時候就還蠻多人在底下批評說 這樣走得亂七八糟 你是不是有搭車 或者是你這樣走我們都看不懂 但其實因為那時候疑似被跟蹤 又遇到了一些讓我不是很舒服的事情 所以我才選擇到處亂走 不要讓人家猜出來我現在在哪裡這樣子 後來呢 我去西班牙走草聖之路 就還蠻感謝的 就蠻多人從第一集追到最後一集 就有人說 走到San Diego的時候 你都沒有拍到那種走到終點的感動 你去看看別的Youtuber 他們走到大教堂的時候 他們會丟鞋子 會感動大哭 會擁抱同伴什麼的 然後我就覺得就是旅程呢 是我自己的 感受第一 分享第二 我一直都是秉持著這個原則 那我其實在走草聖之路 我當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動 不論是文字照片或者是影片紀錄 那個都是額外的 我沒有團隊 也沒有其他人跟我一起走 當我走到San Diego的時候 然後我內心的那個激動是很難言喻的 當時我的朋友在那裡等我 走過來 我抱著他大哭的同時 你覺得我在哭之前 我還要先去把腳架 Say好 然後讓大家看到我眼淚流下來的那一刻 我覺得也很奇怪吧 還有我走尼伯爾ABC的時候 有人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說 我經過的什麼小鎮 都沒有介紹 這是什麼小鎮 我住的是哪個地方 然後沿途經過的山是什麼山 海拔是多少 通通都沒講 這種影片居然還有人按讚 我真的是很意外 我覺得 其實這些陌生人的話 我是沒有真的往心裡去 我只是覺得 蠻不知道要說什麼的 我可以這樣子 不斷持續的分享下去 這些動力呢 真的就來自於 我真的真的非常喜歡徒步旅行 旅行也確實就是 我的一種生活方式 是一輩子的事 當我知道我分享出去的時候 可以帶給更多人 出發的勇氣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件 蠻有意義的事情 有很多人就是去徒步環島 是照著我的懶人包 然後照著我的行程 我住過的地方 一步一步的走完 跟我分享的 然後也有走到朝聖之路 San Diego 的大教堂前面合照 說第一個要傳給我 因為看了我的影片才決定出發 還有可能看了我的影片 從台灣走向全世界的也是好幾個 我還是希望可以藉由這些正能量 分享 然後穿搭給別人 別人出發之後 得到感動 再回饋給我 讓我更有動力 再去走更多的路 再分享給更多的人 Anyway 只是想要這樣子 跟你們閒聊 分享一下 渡過這一段路 我真的是超緊急 多天沒有靠便利商店 這代表我真的是走出風雨了 我為了慶祝我自己 終於走到便利商店了 所以買一個冰淇淋 要來靠上這個行程 那天啊這個雨突然非常非常非常無情的下下來了 而且一下就蠻大的 所以我要先衝進去這個隧道裡 在隧道裡面看是要穿雨衣還是怎麼樣 再做決定 好的 我現在已經快到終點了 Hikaru應該就是在前面等我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會合之後呢 再去找一間咖啡廳等菜菜走完 Hikaru 我太壓抑了 你沒有進超市廣 對啊沒有 因為這個超市我看到品牌了 是貴貴的品牌 瞬間沒興趣 我要期待我們晚上一起去的超市 為大家開箱一下我們在沖繩這邊的住宿 我們即將在這裡住一個禮拜 我們晚上見 好待會見 掰掰 掰掰 台中沒多久而已 馬上就遇到了一間老神便利商店 然後遠處前方這邊還有一間全家 還可以做選擇呢 在山林裡的時候一間都沒有 我看到了這個是一個無人商店 其實東西價格還算蠻合理的耶 感覺我好像也可以來買一下 這邊居然還有豆腐 這樣子一百五 然後這裡居然還有麵 這樣子一小份一百塊 好可愛的小商店喔 剛好身上有一些零錢 就買了一個青江菜 還有一顆大番茄 到這種無人商店就想要支持一下 而且看到他的菜顧得這麼好 這麼新鮮 然後整個東西弄得這麼完善 就覺得好像不消費一下 對不起自己 然後旁邊這些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他們自家栽種的菜園 可能是吧 天啊我發現走在城市裡面還是有個壞處 就是沒有辦法隨地解放 所以一定還是要等到有便利商店 或者是超商的地方才有辦法解放 請問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風神小巨蛋嗎 現在呢就是一直陰雨綿綿的 小雨一直飄 所以天空跟海也都灰濁濁的 但是今天還有大概六到八公里左右 還蠻久的 所以我可能還是慢慢的往前吧 怎麼會馬上被發現 剛剛Hikaru傳給我說 這間店有一個素食的漢堡 看起來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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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美味 然後我就在樓下掙扎了很久 但我覺得如果我一坐下來吃漢堡 我今天路就一定走不完 等一下我開車再也不要走 不行 總之我要先去趕路了 怎麼樣我再跟你講好了 拜拜 我剛剛真的超級智障的 我走一走就想說 欸我不是已經進到都市了 為什麼我還是走在這麼偏僻荒涼的地方 好像就是又回到山林裡的感覺 結果我一看地圖 我才發現我走錯路了 我這一條路也是可以到 所以不是那麼的崩潰 只是可能要多繞個好幾公里 結果我走了好久 還是在這條算是高速公路上嗎 導航叫我走這條路 但這條路感覺很像是大家要上高速公路的那個 雜道 好的這邊前面就有人行道了 我可以往裡面切了 雖然感覺還是在那種高速公路 然後這是什麼 沖繩101嗎 沖繩塔嗎 好大一根 那你怎麼認出蔡蔡老師的 因為只有兩個瘋女人會在路上走 對我就掉頭的時候我就看對面那個 應該是喔 我就繞過去 他剛有在群組裡面跟我說 有你的粉絲在跳蚤市場這裡等你 然後他就傳定位給我 他跟我說這邊這邊 我說好 然後他就先繼續走了 他說他在我金門徒步環島的時候也差點遇到我 對 但那時候就沒有機會 這次來沖繩也是急急忙忙的 你不是只來四天嗎 對 然後就突然剛好看到 欸你也在 玩得愉快喔 掰掰 掰掰 他居然還買了水跟綠茶 但是被我拒絕了 我有這兩包我已經非常非常的感動了 而且他剛剛說他其實原本一剛開始是買鹽糖 但他試吃之後他覺得沒有那麼好吃 所以就再去買了這個梅子跟這種鹽的餅乾 在這種冷冷的天受到這種暖暖的心意 真的是很感動 你怎麼在這裡 哈哈 我來逛票找市場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謝謝老根 啊 這麼特地來沖繩端端幾天而已 還買書跟簽名品來讓我簽名 而且還有帶伴手禮 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真的非常謝謝就是這一路以來支持我的粉絲 我現在大概剩最後的500公尺 覺得今天最後的這段路 因為迷路的關係變得好漫長 但是無論如何我還是快要走到了 然後我今天呢 直接就把一個我在地圖上面看了很久的咖啡廳 設為我的終點 要在那邊等一下 然後等菜菜走完之後我們再來去接他 好的我在前面看到了Hikaru 代表我的終點到了 就是這間海邊的咖啡廳 是我今天霧色的咖啡廳 它就叫XYZ 我來選擇咖啡廳 我會選擇咖啡店 為什麼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